大家好 歡迎各位參加Microsoft Upskill Hong Kong Skilling Forum 2021 我是Mina Microsoft的公益事務經理 疫情為整個就業市場帶來重創 又見及此 Microsoft在2020年6月底 推出了Global Skills Initiative的免費學習平台 希望致力協助全球2500萬求職者 掌握職場必備的數碼技能 希望幫助到大家更快地重返職場 而Microsoft香港在這段時間 都與不同的企業和機構合作 推出了培訓計劃和課程 所以希望藉著今日Skilling Forum 將最實用的資訊同一時間分享給大家 現在大家螢光幕見到的 就是今天的活動流程 首先我們會有 Microsoft香港及澳門總經理 陳珊珊女士Colly 為大家做一個很雲觀的分享 接下來也會有專題分享 我們請到Microsoft和Linkin 為大家剖析整個市場的形勢 我們也請了培訓機構 人力資源貫問公司和求職者 從不同的角度去分享一下 如何在這個形勢之下 幫助求職者脫穎而出 接下來的環節 有多個數碼技能的課程推介和實用資訊 包括Microsoft和航空界合作的 Upskill Hong Kong Aviation 計劃 香港賽馬會聯同Generation Hong Kong 的培訓課程 也有僱員載培訓局的培訓顧問 為大家去講一下 現在最熱切的就業培訓課程等等 除了提升技能之外 當然也少不了 Adeco Hong Kong 為大家分享一些最實用的 運工貼士 幫大家運操勝券 最後 我們的同事也會教大家 如何善用整個Skills Initiative的平台 今天整個環節非常豐富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我們的Chatbox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量一一回覆各位的問題 今天活動部分環節 將會提供相遇的字幕 希望將最重要的訊息 為及更多不同語言的人士 而稍後 如果有任何參加者 需要語言或手語上的支援 歡迎在Chatbox的聊天室告訴我們 我們亦會為你提供額外的協助環節 多謝大家 事不宜遲 馬上邀請Microsoft 香港及澳門總經理 陳珊珊女士 Colly Chang 為大家做一個開場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參加 Microsoft Skilling Forum 2021 2020年剛剛過去 我想對很多朋友 把我自己 都是一個前所未 有一年 有全球大疫症大流行 經濟受影響 失業率創新高 沒有了 每個行業 真的無一行面 都是受影響的 坦白說 雖然現在我們在2021年 其實我們看到 情況 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雖然是這樣 不過我們一點都不悲觀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無論政府也好 商界也好 他就知道 在身上 態下 是需要重新定位 因為這是一個轉捏點的一年 這個也包括我們個人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 如果我們需要重新定位 要怎樣做 我今天要給你一個提示 你要記住 三個英文字母 第一個 T Technology 科技 是怎樣 究竟我們怎樣掌握到 安全 雲端 人工智能的科技 第二 S 技術 什麼技術 是數碼技能 數碼技能 是包括 A BC AI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每一個人都要掌握 不只是IT的從業員 因為我們看到 在新常態下 數碼技能的重要性 正等於 Language Skill 第三 M mindset 成長心態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其實真的在一個 信息萬變的時代 在信息萬變的時代 我們一定要持續學習 和願意走出自己的安全圈 在去年 Microsoft 聯同了 LinkedIn 和Geekhub 我們推出了 Global Skills Program 這個Global Skills Program 目的 我們希望幫到全球 2500萬個 找工作 或者希望reskill的朋友 整個program 實情 包括幾部份 第一部份 我們會提供一些 免費的 Online Training 第二 就是Training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 所以Microsoft 也會提供一些 Certification 的服務 第三 就是 我們整個數碼時間 不久 所以我們也會 用一個數碼的技術 怎樣 幫助朋友 去找到 在市場上 有什麼 是免費的工作 你究竟要學些什麼 才能夠訓練 令到你準備好 這個工作 SoFi 這個program 是推出了那麼久 直至去年11月為止 其實都很鼓舞 我們看到 其實已經有 達標到八十幾個巴仙 在香港都相當做得不錯 我們已經接觸到 5萬個朋友 講開香港 我今天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SoFi 在香港 其實我們整個 發展 我們是怎樣做的 我們是用一個 跟一些 在市場上的 主要持份者的合作 包括什麼 當政府 我們就跟 政務司司長的辦公室 在僱員在培訓局 科學員 生產力促進局 總商會等等 除此之外 我們都要跟院校合作 舉例 好像城市大學的下校 進修課程 ETC 而NG也都有的 包括社聯 YWCA 香港耀能協會等等 除了安排訓練之外 各位朋友都很關心 你會不會提供一些 服務 是幫我們去找工作 或者教我們 怎麼準備去找工作 所以我們都要跟 LinkedIn 和ADECO 在香港合作 提供一些 叫做 Job Consultation 和Job Management 服務 今天 Microsoft Skills Forum 絕對是 2021年 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在Global Skills Program 2021年 第一炮 接下來 也有很多的 活動 我們安排了 舉例 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Future Ready Inspire 2021 Program Upskill 香港 Aviation Campaign 的Program 除此之外 都會有跟ERB 合作的 Job Fair 等等 在今天的Global Skills Skilling Forum 其實我們的 Stakeholder 和我們的同事 都會和大家分享 現在整個 就業市場 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 會給大家一些提示 我們究竟 應該怎樣做 Job Hunting 在這裡 再一次多謝你參加 我們的 Microsoft Skills Forum 2051 我希望 你們覺得這個 program 會幫到你們 透過我們 Global Skills Set 的program 可以幫大家 去 warm up 你們的TSM 令到你們可以 重新定位 提高你們的抗疫能力 成為逆時期吧 謝謝